三郎區培法國中稱號新建工廷 近今古版新大擋託電力 工廷經過五次都沒有表出 最要在大家的期待下順利發報 所以這次擋託電力表示好好享受新的里程碑 新北市新家到今晚 市府對古學校經典相當用心 包括近今的五個跟聊個秀 以及這次培法國中 都在市民以往的支持下擋託開港 這8年我們在教育的投入 真的從不熟軟全力的投入 我們剛蓋校舍 蓋校舍去學校 總共蓋66所學校 66所學校 新校全新的學校10所 把老校重新改建了56所 我們真的是花了180億兩千萬 這個都要謝謝我們 所有的市民的支持 議會也全力的配合 平華國中稱號新建工廷 不是只開始就很順利 總共經過五次的流標 在大家的期待下 總算在第六次順利發報 這個工程也歷經六年的時間 六次招標 才順利有今天這樣的一個動土典禮 那中間我們經過了 就是跟市府體育算 然後你睡鐵 然後召開工廳會 那也希望獲得我們這邊 原中八附近社區 居民的一個肯定 未來學校會一定擁有意向 放在校舍旗艦翁來天橋上 希望可以平衡在地獲勝 而且學校刷到新白國中 正對臨 有完整的接口 希望有新的臨模 記者新種林金爐三重拆紅布兜